创业好项目特色烤猪蹄 喜欢的可以简单了解一下 怎么样能不能摆摊 可以 可以了到位了 香热 放盐花椒生姜葱 再搞点料酒 给它腌制浸泡6个小时 给它抓拌一下 1.8厘米 开火 倒碗 全部倒进去 生姜葱蒜 炸一点油 封在表面 炸到金黄 这个钓糖煲你知道吗 像那个砂布一样的 放这个油的目的呢 主要是封住它那个香味 不让它挥发掉 还能放油 第一次放油嘛 起污水 它那个猪手能保护它的色泽 颜色更加光亮一点 这边的猪蹄已经腌制了6个小时 然后我们用火枪给它烧一下 把表面的那个焊线 那个猪毛给它烧掉 去除它的腥烧味 好 然后焯水烧开煮5分钟 然后洗干净 放到卤水桶里面 这个炉好了是吧 炉好了 好 炉了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 然后再闷个40分钟 就关火焖 炉了一个小时 然后泡了40分钟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三种口味 然后今天来测试一下 先卤后烤啊 我们这个卤水呢 也是傻瓜式操作 只要按照1比8去加水或者高汤就可以了 其他的什么油盐酱醋 八角桂皮通通都不需要放 怎么样能不能摆摊 可以 可以了 到位了 香了很 搞连锁了 烧烤粉也有三种口味 有紫阳风味 香辣风味 还有飘香的 有需要学习地摊小吃项目的 可以关注一下 留意我的视频更新